单位的事官评议会检讨 我们单位要恢复驾驶去站哨 而且是每周三的18字两两的哨 通通由运输牌的驾驶来做轮值 然后结果这个最后的决定 是一个运输牌的副牌长 是一个一等事官长出来跟大家做宣布的 请问这样符合程序吗 我首先跟大家说明的是 有关事官评议会的决议事项 没有包含单位内的各项的勤务派遣以及协调 没有这一项 大家可能都已经经历经济事官制度很长的时间 事评会他可以决议的事项有哪些 第一个 这个有关初任 就是禁任 再第二个调职 第三个受训 第四个奖励 第五个懲处 请问我刚才念的哪一个地方有说可以实施相关的勤务的决议 没有我没有讲 事官评议会可以决议的事项只有这几个 禁任 调任 受训 奖励跟陈储 我没有讲到卫少勤务的调整 所以这一个人一开始第一句话我就没有办法认同 你已经逾越了事官评议会的评议事项 这完全没有任何效力啊 我是不知道说 是不是这一个运输牌的副牌长 借由一个事官评议会当他的靠山 所以跟大家宣导说 你们大家要听我讲 我今天不是我要让大家站上的 是事官评议会的决议的事项 说我们运输牌以后每个礼拜三要吃腰八到两两的胃哨 我是觉得啦 应该是这个副牌长假传胜直 根本没有市平会决议这个事项 是这个副牌长怕一些弟兄 心里觉得 我们运输牌为什么要站上 我们要开车 那你为什么要叫我们站上 他就刚好把市平会的决议事项搬出来来压这些人 我是觉得是这样啦 但是我只能跟大家讲 事官评议会可以做出的决议事项 就只有禁任 调任 受训 奖励跟陈储 没有勤务分配或勤务规划 没有喔 那你可能会说啦 那有关勤务规划 或者是卫哨规划 应该是由哪一个科室负责 对啊 我都讲科室啦 由科室负责啊 你吕布的这个不管 哎这个应该是后勤科嘛 不是作战科 对对你卫哨规划是吕布作战科的事啊 当然由吕布作战科 依照计划下达单位的具体做法 或者是调整勤务的做法 不会是由旅籍的士官督导长召开一个会议 决选出一个决议事项 不会有这种东西 大家不要被骗了 你不要以为说士官 现在有经济士官制度 有了士官评议会这种东西 可以决定所有的事情 没有喔 现在这个有关军官全责下授到士官的部分 还没有让这个视频会有完全的功能喔 没有喔 他就针对只有针对士官兵的调任 禁任 禁任就是升官嘛 升下士升中士升上士 这叫禁任 另外一个是调任 调任就是调职吧 我把它调去哪里调去哪里 第三个受训 要谁去士高班 谁去士政班 谁要去受专长训 这个受训 第四个奖励 今天谁谁谁在大门的时候辩证成功 我决定签给他2000 2000块工作奖金 可以奖励 第五个 懲处 这个人 違反军纪 我要懲处他记过一次 对不对 这个都是士官评议会 可以完成的决议事项 这没有问题 但是里面不包含了勤募以及胃哨的调整喔 这跟士官督导长没有关系 这个是要由不管是人事科 或者是作战科 和相关的夜管部门 依据总部颁发的计划 来制定相关部内 单位里面的具体做法 或者是勤务的调整 或者是卫哨的调整 这必须有旅部的幕僚单位 来实施相关的规划 这跟士官督导长这视频会没有关系 那你说 今天你是一个士官督导长 你针对旅里面的某一个卫哨点 有一些问题 你要 集思广益 找一些银记的士官党 来讨论 做成一个案子 对不对 你可以做成一个案子 你可以做成一个相关的计划 然后交给作战科的承办人去酌餐 这没有问题 但是呢 不可能由士官评会决议出来说 我的运输牌 每个礼拜三 18到22 要去贴哨 这不是他的责任啊 对啊 这不是他的责任 这是作战科的责任啊 那如果 你是旅部联连长 你觉得 运输牌 应该要礼拜三 来实施贴哨 你也要跟作战科讨论 你也要跟作战科的卫少承办人 在那边讨论之后 卫少承办人 下达一个新的 这个卫少调整的计划或命令 各单位才可以聚以执行嘛 所以这到底跟士官评议会 有什么屁关系 没有屁关系啦 这个事件让我看到的是 这个运输牌的副牌长 不敢跟大家讲 可能是连长的决议事项 例如连长说 你们运输牌 礼拜三 都没在站哨 你们礼拜三 在18到22 派几个人出来站哨 我连长的决定 连长推副牌长去受死嘛 希望这个副牌长 跟全牌的人员宣导 因为他知道一宣导 就算我连长宣导 运输牌也有些人很不爽 因为他觉得 我要出车 我还要站哨 对对 虽然说18到22 不会影响太大 一样可以睡满8小时 但是呢 大家想一想 18到2栋还好 可能不会耽误太多 但是2栋到2两 你觉得你有可能 两两去睡觉吗 别傻了 你随便弄一弄 洗个澡 写一下布册 都已经至少是 两两三栋以后的 是 就已经耽误到他的 他的睡眠时间了 所以呢 如果今天连长 决议了一个 礼拜三18到2两 要由运输牌的人员站上 我相信 底下的士官兵 应该有很多人 还是心里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所以呢 他就故意推一个 副牌长去解释嘛 那 副牌长他不能 拿连长嘛 因为人家会恨连长 所以他只好说 诶 视频会决议出来的事项 说我们运输牌 在这个礼拜三18到2两要站上 所以我觉得啦 不懂的人可能不懂嘛 那你今天问到 我对经济士官制度 还有一点点了解的话 我就知道你假传圣旨嘛 吕布的 这个士官都长 根本没有做出 这个决议事项 就是你这个副牌长 乱搞 他自己被这个弟兄骂 你就知道 搬出士官评议会的决议事项 要求我们运输牌 在18到2两 礼拜三的时候 来贴哨 就是你的问题啊 所以这个士官长 他还说 他的运输牌副牌长 是一等士官长 所以这个应该是 我觉得啦 应该是吕布啦 吕布 吕布连的运输牌 对啊 所以我还是觉得 你有时候长官啦 尤其是你的士官同仁 在实施一些命令的宣答的时候 不是你的职务 可以宣答的事项 你不要去做相关的宣布 像这种卫哨要贴哨 或者是连上的相关工作要执行 不是你士官长 副牌长 可以去做决议的 当然要由连上的连长 来跟大家全联做宣布 你不能说 今天这个运输牌的相关的 礼拜三 腰八到两两的贴哨工作 你不能指教说 哎 排长 等一下运输牌所有人员集合 我要宣布事情 你如果是这样的连长 我也看不起你 你一定是全联集合嘛 顺便也跟其他牌组说 哎我们运输牌很辛苦 他还要帮我们占礼拜三的 腰八两两 你要跟全联宣导啊 人家才会觉得 哦运输牌非常感谢你 你还要帮我们这个警卫牌站上 非常感谢 你知不知道 所以你连长更是全联宣导 你怎么会 把这个工作交代给一个 运输牌的副牌长 然后甲传圣子 跟他的人员做宣导 宣导礼拜三 腰八到两两 要贴哨的这件事情 所以呢 我是觉得 以我自己按照 这一个情况来看 我是觉得 应该不单纯啊 我是觉得 应该是连长觉得 连上的某个卫少勤务 有一点吃紧 所以他想要做这样的安排 但是呢 他又没有会办过相关的作战部门 所以呢 他想要自己干 然后呢 他想自己干 又不想要担责任 他就把 运输牌的副牌长 推出去 跟大家做说明 那运输牌的副牌长 为了不得罪主官 为了不得罪连长 只好把 旅的士官督导长的 士官评议会 拿出来当挡箭盘 希望 运输牌的士官兵 不要去怨恨他这个副牌长 这也不是我说的算 是 旅籍的士官督导长 救出的士官评议会 的最后决议事项 所以呢 我只能笑笑两声啊 希望呢 连长有作为一点 如果你真的要运输牌 来实施礼拜三 一八两两来贴哨的话 自己有种一点 跟大家说明 干到一个哨笑了 还怕什么 是不是 跟大家跳出来 跟大家说明 我相信 只要不要影响到 驾驶人员的八小时 休息时间的话 我是觉得可以啦 不一定说运输牌 全部不能贴哨 你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我是觉得可以 不过 不过 我还是觉得 两栋到两两 不太适合 你说 两栋到两两 我有让他两两下去 睡到隔天 冬六八小时了啊 你确定 两两下哨 他一定可以 十点睡觉 你别傻了吧 你自己在军中 也干那么久 你也知道 两两下哨 不可能 两两睡觉 所以我是觉得 你要运输牌下去 贴哨 其实也可以 但是呢 你必须 那一班卫哨 是腰八到两栋 比较适合 比较适合 你在叫他贴 两栋到两两 我跟你讲 他不可能 有机会 在十点的时候 床上躺平 那今天呢 如果他因为 占两栋到两两 他东西弄一弄 洗个澡 已经十点半再去睡觉 然后呢 隔一天出车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 我跟你讲 他只要跟监察官一讲说 我们连长 昨天叫我站 两栋两两 所以我两两三栋 才去睡觉 我整个整夜的睡眠时间 是七小时三十分 那你连长完蛋了 他捅你一刀啊 你倒了 为什么 他真的十点半 才去睡觉啊 所以呢 我们不要跟这些执行人员 去跟他 argue一些半小时 还是十几二十分钟 与其这种会发生相关 重大事件的 这个卫哨 还不如直接叫驾驶去贴 腰八两栋 这一班哨 我是觉得 还比较有可能 不会出事 你贴了两栋 两栋 我跟你讲 真的啦 说实在话大家都在军中当那么久的兵了 你觉得两栋到两栋 他有可能两栋下哨 直接两栋栋栋在床上躺平睡觉吗 不可能 所以我希望这个连长 你还是 还是在想一下啦 我是建议啦 要运输牌贴哨没有问题 只能贴腰八两栋 你腰八到两栋 两栋两栋那一班 真的是会有问题 不要出事都没关系 一出事 但是人家把责任推到你连长身上 你就完了 因为 你就是没有让驾驶睡到八小时 他只有睡七小时三十分钟 所以我还是建议这个连长呢 还是尽量啊 18 两栋这一班哨子为主 比较不会影响到 历日那些驾驶要出车的相关 这个勤务工作 我建议啊 我建议啊 好 这个是第四点要跟大家分享的 对 对 感谢观看